20年前被大众看好的哈佛女孩刘逸婷 20年后沦为普通美国中产 是选择错误 还是美式教育毁了她 前几天 清华寒门女孩张薇 在毕业典礼时的致辞 传遍网络 保送清华研究生后 她选择延迟一年入学去支教 用一年时间去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一番朴实无华 意义深远的话 让人深思 她的选择令人钦佩 听从内心的感召 跟从理想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她在致辞中问道 你被生活的波涛所淹没了吗 她说 在万千的选择面前 他们放弃了万人眼中的最优解 跳出了生活的舒适区 走向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而她自己也选择成为这样的人 还记得哈佛女孩刘逸婷吗 同样是一个学霸几女生 二十年前 她和韩寒齐鸣 曾经同上一档叫对话的节目 从此两人时常被拿来对比 一个离京叛道 不被看好 一个三好学生 被万千吹捧 而如今 人们再度拿两人相比 多数人眼中 韩寒功成名就 虽然不再提比 但仍然是桀骜不羁的少年 写作 出版杂志 赛车 导演 她的人生丰富 自由 是无数人想要却复刻不了的生活 而曾经被拿来与韩寒对比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的哈佛女孩刘逸婷 在人们眼中却沦为了无名的美国中产 说起刘逸婷 还要从一本书说起 当年被各家父母 捧在手中的教育点击 哈佛女孩刘逸婷 将刘逸婷这个名字 带入更多大众的视野 上哈佛已经让人艳羡不得 被全额奖学金保送哈佛 这份殊荣放在今天也可以出本教育书 何况放在二十年前 刘逸婷理所当然的成为了 那个年代里最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 而刘逸婷的父母 也因地事宜 写书出版了教育宝典 其中有名的捏兵教育 以此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 洗漱上厕所时间加起来 不能超过15分钟 吃饭时间不能超过35分钟 在刘逸婷父母 虐同事的教育法则中 必须节省时间 创造更多价值 刘逸婷从小就受到 这样极为严苛的教育 刘逸婷成功的 《哈佛求学录》 建立在这种艰苦之下 与付出成正比 而《哈佛女孩》系列两本书 在当时创下将近200万册的销售记录 被奉为经典 其中更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 这样努力的女孩 还一心想着报效国家 更是获得无数称赞 在刘逸婷被公开的日记中写道 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 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 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 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这沉甸甸的使命感 从18岁的他口中说出 虽然稚嫩青涩 却让人心头一暖 18岁 真是个美好又理想的年纪啊 而后来 人们却说他变了 出国后 曾经那个一心报国 为祖国建设的女孩而不见了 哈佛毕业后 刘逸婷没有回国 而是选择留美继续发展 传闻与合伙人开公司投资失败后 刘逸婷与哈佛校友结婚 成为美国人 网络上还流传 刘逸婷对外国人亲切随和 却总是对国人一副冷漠脸 是这个女孩而变了吗 与同时期的韩寒相比 刘逸婷显然不具备韩寒的身家名气 沦为美国中产是刘逸婷的选择错误吗 还是美式教育毁了他 众所周知 与中国应式教育相比 美式教育更注重综合培养 但这不代表 一个人的成绩不再重要 竞争总是无处不在 哈佛大学的精英之争 更是一场激烈角逐 除了学业 人脉社交也同等重要 扎克伯克的亚裔妻子出入哈佛时 也曾坦言时常赶到亚历山大 即使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在世界各种精英环绕之下 也难掩自己的浅薄而焦虑不已 刘逸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逐渐沦为普通 很多人说刘逸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他的父母 甚至他父母取得的成就 比他本人更为重大 在那个年代 不参加高考特招入哈佛 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更多人是对这种渠道无从得知 而刘逸婷父母凭借 快人以不信息资源 获悉了这种方式的每一个步骤 并按照要求把刘逸婷打造成了哈佛想要的样子 刘逸婷确实幸运 因为他在那样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抢占了先机 然而说到底 刘逸婷并没有超高智商 又没有真正具备哈佛人的品性 也无从考证 只是一个怀揣着梦想 天道酬勤的普通女孩儿罢了 而以培养美国精英为宗旨的哈佛大学 必然不是温室在任何环境中都是逝者生存 或许刘逸婷没有变 只是选择了一个让他能在美国生存的方式 也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教育方式让人不禁想到 另一个人虎妈蔡美儿同样以严苛教育著称 同样出版了热销款教育宝典 刘逸婷与虎妈的女儿们有相同之处 也有根本上的不同 虎妈作为地道华裔 与她的女儿们一直实地生活在美国环境中 她骨子里深谙美国人的行为理念 已经达到很大程度上的文化认知 虎妈知道如何培养出美国社会精英 而不只是一个名校学生 这是人们推测虎妈的女儿们 必成大器的原因 尽管严苛虐同事的教育也被美国媒体诟病 但不可否认 虎妈的目的性极强且目光长远 她的女儿们也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 据传如今刘逸婷发展的也还不错 先后担任某资本的合伙人和重要职务 代理大中华区也顺利拿到了美国绿卡 人们将记忆中必定大有可为的印象套在刘逸婷身上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 也是对她本人的不公平吧 毕竟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清华寒门女孩张薇选择上研究生课程前 用一年时间去支教 跟随内心的使命感召 刘逸婷选择放弃原有 国籍和报效祖国的初衷 加入美国 虽然道路分歧 但也都是个人选择吧 很多年前 人们拿刘逸婷和韩寒对比 作为大众眼中优秀青年和问题青年的典型 十几年后 两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